农历新年长周末不少服务业者想方设法确保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 依然有足够的员工上班以维持正常的运作 大年初一 大批人前往寺庙祈福 为确保保安措施到位 本地这间寺庙就部署了多一倍的保安人员 共达到实名保安 不过 保安业者透露 要安排人手不容易 为激励员工在家节假日工作 业者就将日薪提高了50% 会确保在新年期间公共交通维持运作 SMRT通过抽签来规划颁表 让巴士车长每逢公共假期都能轮流休假 走出疫情的阴霾 这家医院的人力短缺情况近期获得改善 他也说 由于护士们都属于不同的国籍和种族 在家节期间能够互相分担工作量 或是咱因此制装就完成了 我们看借过来打rato 了万互相分担心 感谢观看